22岁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 26岁成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27岁攻克世界级几何学难题卡拉比猜想 随后又拿下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成为首位华人得主 他就是数学家邱成童 近日 邱成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谈对于数学研究的感悟 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他研究的不仅是数字 现象之间的规律 更是其中的逻辑 因而数学无法而不利 且无所不在 邱成童说 自他看来 无论是互联网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 他们都得益于数学的研究应用 你譬如来讲互联网 互联网怎么大 靠谁来带领他 其实数学家带领他 因为我讲 我要将这个数据这样子处理 这样子处理 我晓得可行 也能够工程学他就跟着走 你发现是那个人工智能 我讲要怎样子做 怎样子做 才行 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就学 学完全试试看行不行 然后再到回来跟我们谈 人们对现代文明的了解不可能不通过数学 数学也是中国走向文明的一个主要桥梁 教会一批年轻人 让他们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推进数学事业发展 在邱成童看来 这是自己的责任 五十年来 我培养了七十个博士吧 七十个博士 在数学界是不多的 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中国籍的 有大部分 有相当部分的肥果了 这些我想很多成为中国的数学界的带领的学者 邱成童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 后随父亲定居香港 自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 在40年的时间 他观察到中国的科学研究氛围在发生变化 谈及未来发展 邱成童认为 虽然当下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 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 但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信心 这段40年的功夫 你就看得出来整个走向是不一样 同时留学生做得好的也开始多起来 同时在国内做得好的也开始多起来 只要政府用银跟用钱 总是所有政策能够增荡的话 中国的科学一定要有大发展 这几年内 四年内会有大成长 政治高考结束 邱成童也鼓励那些热爱数学的年轻人 在当下中国人才不会被埋没 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兴趣 不要为未来社会上的事物而担忧 根据你的兴趣 能够做的生意 要用功 你一定有成就的 不要这样 这个项目以后赚不了钱 赚不了大钱 这个很辛苦 生活很辛苦 这都是不重要的原因 中国今天发展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有财阀 也不用太大的财阀 有能力 有用功的小孩子 一定有成就